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先生问你的人性故事机 头两天还是跟人吃饭 我一周的选题得有一半 是跟别人吃饭的时候听来的 当然也是有自己一些感受 那天饭局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我除了现在录一些节目以外 自己也有这么多人支持 真感谢各位 还是说在前头 感谢各位父老乡亲的支持 甭管您是骂街的 您是来鼓励的 您是来听听不流言浅着水的 我都感谢您 希望您这期冒个泡 这评论稍微多点 也是对我一个帮助 那天怎么回事呢 我原来做过一段时间抖音 当然不是很成功 大概也就5000多粉丝 然后后来因为种种原因 这抖音也没在做 后来 有一朋友问我 你了解抖音吗 我说我不了解 真不了解 我自己都没做起来 但是毕竟接触我 当年还报了一个学习班 专门去学习 一样怎么做抖音 还知道点你要干嘛 他有一朋友 他妹妹也要做抖音 他说是妹妹 当然比我岁儿大 也想做抖音 然后说一块吃个饭 聊聊行不行 我说那行 那我看完能给他提供什么帮助 对吧 那尽可能的 当然咱这个帮助 确实也没什么 也有点无能为力 对吧 但是后来那天吃饭的时候 她妹妹就跟我说抖音 怎么着 她的一些想法什么的 我说跟她说了几个事 其中有一个让我印象比较深刻 这个女的 实际上不点名道歉了 但是确实她的精神状态 不那么好 心理压力比较大 心重 心重 就有一些问题 就在就有的时候会抑郁 或者说心情会很不好 就类似这种情况出现 我当时一听这个 我说那我心说 也没敢明面的跟他说 当然后来我跟我这朋友 也说这事了 就你就别干这么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孩你需要两个比较大的 你就要三点 这三点我觉得郭德纲 郭老师当年总结的特别到位 叫状元才英雄胆成墙后的一张脸 所谓状元才 当时咱没有状元才 咱离状元差远了 就是首先您得有干货 因为现在光靠卖骚的这些 卖黄的这些段视频博主越来越少 您可以看看 在咱们这越来越少 这东西确实 您都是一天到晚都那点东西打打参文球 也挺没意思的 对吧 也是希望这个平台上有一些 给我能提供帮助的一些东西 我看着这才有意思 对吧 当然现在还有 但是基本上流量已经被那几个人也就给瓜分掉了 也不会再有什么新的那种 短屏博主横空出事了 对吧 所以您要说干那个 这个行业干不了 而且那女的我估计她也干不了 是不是 她长得也没那么好看 这话也分怎么说 你毕竟还有皮图软件的 对吧 毕竟还有美图秀 还有美颜的 这也不好说 但是不推荐干这个 你要有真材实学 你才能干一些这方面的东西 你至少度哪里 你得宽敞点 对吧 您像我知道什么都不会的 我起码还知道 就还知道看点书 然后给您把书中内容给您复述一下 对吧 这也还行 然后英雄胆 这个也特别重要 真的 我尤其是我现在咱们从通过我看我的朋友越来越多之后 我发现 那真的是每期底下都会有一些对我的一些建议 真的是建议 特别好 首先先感谢各位 特别好 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人说的一些建议比较尖锐 作为我这种人来说 这个心态比较好的 我尚且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波动 那更何况这种女性 对吧 她可能关注的量会自然比男的会多那么一些 然后同时她的心态又没有像我知道这么强大 所以她可能干这个就有点 就稍微的有点差点意思 包括最后所谓城墙后的一张脸 就是你不能怕被骂 对吧 这不行 太丢人了 这事你不能怕丢人 说错就说错了 对吧 有什么的 对吧 所以当年郭德纲 郭老师总结这三点 他说这说相上 赵云彩英雄版 城墙后的一张脸 其实对于每一个露脸去干这事的人都很重要 而且我还加了一条 就是干这行的人得是什么呀 得是斗虫 什么叫斗虫呢 斗是争斗的斗 虫是虫子的虫 这个源于北京人玩那个蛆蛆 对吧 斗蛆蛆这个说法 说蛆蛆叫斗虫 为什么叫斗虫呢 干我们这行 你被人攻击了 被人说你不行了 那你第一反应是呦 他说我不行 我是不是真不行啊 干了 您就别干这个 你应该干的是什么呀 上去跟他掐 两只蛆蛆放着 这个儿可能一尺这么大 这可能小点三寸 这俩人跟着正掐呢 三寸的这个上去 糠汤一口给那一尺的咬了 那一尺的往回缩 那完了 今生今世 这一尺也打不过那三寸的 您这就得是 那边有一个个儿大的 我这得比你这气质还足上 现在得弄死你 你就有这种心态 你干这行才有可能成功 而那天我跟这女的吃饭的时候 发现她确实她没有这种心态 她很多事就是想遇到 比如我跟她提出 你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 你想没想过 她说没想过 那这问题怎么办呢 我说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她就想的是不行 我得怎么避免这个问题 我说那你避免不了这个问题 她可能会想的是换一个别的方式 去来回避这个问题 那我说你换那方式里头的问题 你想到了吗 没想到 所以你说这种心态 其实叫我说 就真的别干这个 我这个心态 其实也不是一落生就有 我确实还挺感谢 我上大学的时候 那一段打篮球的经历的 我原来您别看我这人 可能人高马大的 稍微块大点 但是在篮球场上 属于是那种 小鸟一人形的那种 那么一个身材的那么一个人 后来在大学篮球队里头 给我培养的一种性格 就是我总结出来 那叫运动员的那个性格 就是你比我牛逼是吧 行 我今儿在你脑子上得一分 都算我今天赢了 对吧 都算我赚了 那我今天就得玩命的豁你 就我们当时讲话叫豁嘛 我今天就得玩命的豁你 就你得有这劲 后来呢 我很多大学队友 那个毕业之后的 从事很多不同的领域 很多人都有这种性格 跟他们私下再去聊天 都有这种性格 但是也有人的 就没把这种性格 带到生活当中 确实在说实话 确实他的生活过得比较安逸 但是呢 就是缺少了那么一些激情 所以呢 这个今天这期视频 我估计也不会特长 我是想感慨一下啊 就是干这个行业 露脸说话啊 露脸去卖我们这个 所谓的一些看法的 这么一个行业 呃 这个行业看上去门槛是最低的啊 有这么一个架子 有这么一个架子 有这么一张桌子 没桌子也行 后楼有没有布个景都无所谓啊 有个有有个手机带个麦 您就能录 没有麦的 无非就是画这些音质 稍微差点也也不碍事啊 然后您就可以录了 就干这行 看上去门槛特低 其实啊 这个门 这个行业的门槛 在这个 他的门里头 对吧 谁都能进来 进来以后发现 呦 这个竞争那么激烈呢 很多行业其实都是 就是他看上去 好像是一个什么人都能参与的东西 但是您别忘了 参与的人越多 那说明这个行业的竞争力就越大啊 而且咱说实话 我也没指望 说以后有一天咱能成为顶流 真没指望 咱有个 以我这实力 有个三万五万 我觉得就已经是我能力的一个上限了 对吧 当然最后说回来 还是真是感谢各位在这段时间支持 我印象很深 我刚开始做油管的时候 还说的 哎呀我的前20个粉丝 你们保留好截图 到时候我送您一张石油专辑 石油帝国这张专辑 后来一想 当初那也就是几个月之前 五月份的时候说的这话 可能是 真是各位这么长时间以来 一直努力的在听我一个没太多学问的人跟这瞎叨叨 有些人说的话真的让我挺感动 真的能让我坚持 能看着各位的评论 能让我坚持走下来 对吧 也让咱这个性格稍微能稍微的休息那么一项 因为您随时随地要保持跟人斗这种状态的话 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多了 这期就是一个突然一个小感慨 跟各位闲聊两句 打扰您 拜拜